娱乐圈有多不公平 八百合参加跑男时 将baby压制到不敢还手 小透明时期的白晶婷 惨遭资深记者恶意刁难 作为表演嘉宾的TFBOYS 在现场等了整整五个小时后 临时收到请募备刊通知 气得四叶草现场抵制 很久以后回忆此事 王源也忘不掉那种感觉 当时我们就刚刚一点都不火的时候 然后去第一个颁奖典礼 然后去的时候跟人家打招呼 我就鞠躬嘛 三个人一起鞠躬 然后人家 不理 然后后来他看到我 我也不理他 君子报仇十年 帐台领奖的荣子山 被忽略后空手而归 荣子山